今天我回到了我从小长大的家 从一个少年在我的家乡长大 就是在这个小区里 以前就是在这儿 包括这棵树都是我年轻的时候 西洋成熟 我更烦 我的爸爸我一起种下了这棵树 后来我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定居 去要买房子 爸爸妈妈就把我从小长大的这个房子就卖了 当时还是经济比较拮据 如果不拮据 不会把自己从小长大的这个房子卖掉 所以说人生总是这样 几十年如白鸡过锡 有的时候回头看看太快了 回头看看有很多的不舍 但是呢 我有的时候回到老家还跟我爸妈走回来看一看 但是这里已经不是家了 希望大家呢 也都是珍惜自己眼前人 眼前人眼前的快乐时光是最重要的 等到好多时候错过的时候 你追不回来 在这个假期跟大家说几句善感的话 我妈妈自己又在旁边摸下配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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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妈妈妈自己又在旁边摸下配了